我們今天講到這個 Durances Formation 最終的形式 那我們通常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就是 s' t' 1 γ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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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呢 無論是個 Lawrence's Formation 的具體幾何一 總是我們可以總是可以確保說他是 他是這個 他是保面積的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保面積都是可以使得他 他怎麼說 他 並不是所有的保面積遇上譬如說旋轉 都是可以使得Lawrence's Formation 是可以使得 我們可以想見幾種常見的保面積遇算 旋轉和靜色 以及我們現在談論的Lawrence's Transformations 有時候我們會把包含了靜色的以及旋轉 稱作最廣義的Lawrence's Transformations 可是所有不包含靜色的最廣義的Lawrence's Formation 它本身也是形成一個封閉的集合 在運算下是封閉的集合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種 就是很多種 當我們要談論Lawrence's Formation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種版本 所以我們一定要講清楚是哪一種版本 那我們現在想要問的是 雖然我們有Lawrence's Formation的具體公司 但是它到底在線性代數下 應該要用哪一種方式來詮釋 如果我們把它詮釋為主動變換的話 那它意思是 它會寫成這樣嗎 那我現在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Gamma就寫Gamma 它是off V 的一個漢數 所以它是寫成這樣 這樣 好 那Gamma如果寫成這樣的話 它僅僅是一個矩陣 還不足以稱它是一個線性變換 你要給定它到底是 那Input 跟 Output 的基底 到底是誰 才能確保這件事情 所以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 如果Input 跟 Output 的基底都一樣的話 那 它就是一個主動變換 那主動變換的話呢 要怎麼去詮釋這個 左邊這個矩陣 就是 L1 然後在 在一樣的基底之下 它 會寫成這個 第一個Color 第一個Color 所以 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 它可以寫成 L1 E E 減掉誰 減掉 E2 L1 等於這個 它是第一個Color 這個是你做的 那個線性 不用走在別的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看 原本在 這個 這個E 是什麼 E是這個 X X等於1 然後 就是X軸那個地方是1 然後 T那個軸是0 所以它其實是10 我們現在都另C等於 所以現在V在這裡 這個是T 然後這個是X 好 所以說原本是10的這個軸 它跑到哪裡 注意哦 現在 這兩個我們現在談的 E1跟E2 它們都不是特徵 特徵 特徵那個 向量 唯一的特徵向量 就是在光追上面的這兩個向量 這個向量 分別是E1 還有E-1 這兩個呢 它都是 呃 它都是在這個 有任何的Rulean Transformation之下 它是普遍的 你如果看那個 Galileo Transformation 具體式子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 Galileo Transformation 它是長什麼樣子 它是X等於X-Vt 然後T'-Vt 好 那它 那這個它是什麼意思 它其實是一個sure 就是 哦 中文叫什麼 叫 也許是叫 呃 箭吧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一個推移 哦 意思是原本長的這樣的正方形 經過這個推移呢 它每個點都會往右邊移一個同樣的單位 所以它就 會往右邊移 所以呢 雖然呢 這個 Galileo Transformation 它也是保面積 因為它是推移 推移它也是 保面積 但是 但是你沒有辦法確保說它關追是不動的 因為關追也會往右邊移 所以說 像那個Galileo 就不是我們適合的一個保管速的這個運動 但是並不代表說所有的保管速的這個Transformation 都是 都是 如同我們Lorex Transformation 的這種形式 事實上我們還是可以找出一些非線性 非線性的Transformation 使得關追是不變的 但是 但是如果它不是一個線性的話 那你就有可能發生 從一個座標轉到另外一個關性座標的時候 從一個關性座標轉到另外一個關性座標的時候 原本等速度的變速度運動 這個不是我們 俗合實驗的情況 也違反了這個 空間的均勻性 好 所以現在原本是在這邊的這個點 這個是什麼E0 它跑到哪裡 X4EY 變成E-V E-V 我們這樣對嗎 所以E-V應該是往下跑 會往下跑 好 那 同理呢原本是 原本是這個 E2 那E2是01 01是跑到哪裡 01是跑到這個-V加E 就是-E E1 Plus E2 對我忘了乘嘎嗎 好 所以這邊要乘嘎嗎 那 這個就是E1' 然後這個是 E2' 因為它是 它是什麼 它是 呃 -V1 乘以gamma 好 所以-V1的話 欸 這樣好像有點錯 我想這樣 欸 好 那-V1的話它會跑到哪裡 它會跑到左邊 X的-V 然後所以說它 它這個圖應該畫成這個樣子 這個往下跑 就等於說呢 它的這個 酸曲線上面 往下面這個頁子 那同理它這會靠向X軸 所以呢 如果我們現在確保說呢 呃 在這個第一上線的東西呢 那個 要嘛是靠近這個 X軸 哦 就是在第一上線的東西 要嘛是靠近X軸 也要嘛是靠近T軸 所以我們也可以想見 它應該是往這邊跑 好 那如果它要往這邊跑的話呢 那個原本在這個 也會往左邊跑 所以它確實就是跑到這裡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酸曲線擦掉 所以呢 最終得到的結果是 它最終得到的結果是 會往左邊跑一點點 這個是當我們詮釋於 當 當我們把它詮釋為這個 主動變換的時候 它會變成這樣子 那就是說我們之前說的 呃 一旦你 沿著這個 一旦你做這麼一個 The Range Transformation 使得 在 以下這兩個區域 Alpha跟Beta 這兩個區域 呃 他們的線呢 都會往下跑 哦 這樣子會造成這個 那原點那是不同的 所以呢它會造成原本在 呃 在那個 先 先在原點發生 並且在 在這個 T T時刻發生 T時刻發生 跑到T2 那T2就變成 後在原點發生 這個會 這個會違反 這個Cosellity 如果你有一條線是 你有一條線是 你有一條線是 處在那個 呃 這個Alpha區域 或者Beta區域 那 它的意義就是 他們是以超關數 行動的 例子 那這個通常有一個 有一個名詞 就是超關數移動的密集 它是一個 加項的例子 沒有什麼理由說 目前 除了因果率之外 沒有其他的理由說 這個不能夠超關數 如果我們不堅持 因果率的話 我們完全可以想盡 有這個超關數的名字 那他 他的名字叫什麼 是叫 是叫Tach 我不太確定 我查一下 這個超關數例子 嗯 哦 對 Tachin 他 他在String裡面有一些解釋 是那個Tachin 那如果String裡面出現那個 Tachin 的解釋 通常我們會 覺得這個地方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會找 引入一些手法 把它改掉 哦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如果 你 把它 你把那個兩個基底 的變換規則都寫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把任何一個下來量 用這兩個基底先表述 然後根據他的變換規則 這要下一個 這要下一個 但是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旦你把 呃 矩正 作為這個主動變換的時候 你把它詮釋為這樣 他要 你可以看成是X的 X軸上內的單位項鍊 以及T上面的單位項鍊 他們往 他們稍微打開一點 就是他們離遠一點 看起來離遠一點 在歐式距離是離遠 這兩個箭頭的箭 箭帽的地方離遠一點 可是呢如果我們以這個 以被動轉換的話 被動轉換的話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呢 這個 呃 如果以被動轉換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我們 找到兩個新的基底 使得呢你那個 爛打它是等於 你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 這樣它是passive的話 它就會等於 也就是說同樣的矩陣 它 這一次它是等於identity of e 轉到e' 那 我們想要問的是 這個e' e'它 它是兩個新的 像那樣e1' 跟e2' 的結合 那我們要怎麼去表述 e1' 還有e2' 你們覺得應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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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嗎 有人會嗎 嗯 好 好 那 我先給你們一些提示 好 首先這個 這個矩陣 可以寫成 這個identity 可以寫成左邊這個矩陣代表什麼 左邊代表說呢 代表說呢 第一個下量 使用e'去做表述 它可以寫成 第一個column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寫 這個 假設呢 嗯 我們想把e1轉到e' 用e'去表述 意思說e1會等於 γ×e 1乘以e1 來 加上 負v乘以e2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e2也可以類似的 來 這邊要寫什麼 這邊是不是就是負v1 然後再加e2 好 所以呢 這個是 舊的方法 那 是從 有撇 是從把 那個 沒有撇好的 用有撇好的來解釋 那 你要怎麼把 有撇好的 用沒有撇好的來解釋 那你要怎麼把 用沒有撇好的來解釋 喂 喂 喂 有了會嗎 有了會嗎 我把有撇好的用了 撞 撞 撞 欸 撞 乘以反矩震 其實反矩震 反矩震就是 這個其實也可以看成某個線型 反正 如果你反矩震的話 那 就代表說 其實這個想法還簡單就是 11' 是一個矩震 那 他乘以 11' 就等於 1..1..1 這個就是普通來ич的 τ 所以呢 這兩個 雖然寫 成矩震 不會是 這個形式 可是呢這個會是 所以它會是反矩陣 所以這個乘以反矩陣呢 我們很容易的知道說呢 L of V L of V 是 是Rawrence's Formation 那它的反矩陣就是等於 L of V 所以我就可以了 有問題嗎 那個好像寫反 這個什麼E 對對對這邊寫反 所以 這樣消掉 所以就變成這個 所以這個 反矩陣就會等於負V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只要把V蓋的負V就行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然後左邊加P好 右邊沒有P好 那所以呢如果你使用被動轉換的 觀點的話 那麼 那麼新的兩個基底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 畫出新的兩個基底 新的兩個基底呢 分別是 E1排以及E2排 E1排寫成的話是Gamma Gamma乘以EV 然後呢 E2排呢 它是Gamma乘以V 所以 X是E Y是V 那這是X 這是T 所以 這個的話 E1排 是以關數為行動 所以 所以 假裝這是E2的話 這就是E2排 所以這是E1排 這是E1排 這是E1 注意它的長度 這個歐式長度其實 沒有意義 就是 我們現在在Mikowski 平面上面 我們在乎的其實 通常是Mikowski長度 那在關追上面的Mikowski長度 那如果你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 Alpha Beta 如果你是在Alpha區域的話 Alpha區就是這一塊 從 從T軸到 到C軸 的 這一個區域 那 這一塊 我們會把它叫做 叫做 因為它比較靠近時間嘛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 如果這邊有任何一個向量的話 我們會把它叫做一個 Timelike 就是Less的向量 那Less的向量呢 那可是呢 通常我們會希望說 因為我們絕大多數 在相對論裡面去談論的 都是類似的 就是你從頭到尾 不會有任何一個時間 它的速度是超過關速的 所以呢 真正重要的其實是Tynelike 那如果你有任何一個路徑 使得呢 它的 它的那個 從頭到尾又限制在這個區域的話 那 如果它在任何一個點的切線斜率 任何一點切線斜率 可以看出它的 它的順時速度 任何一個切線斜率 都不 都不超過關速的話 那它的平均斜率 就是起點跟終點 你畫一個線 那個線的平均斜率 那個線的斜率 它也不會超過關速 它也會在類似的區域 所以說我們通常會定義這個 我們可以定義這個 這個 T平方-X平方 因為X等於VT的話 X等於VT的話 V永遠會小於E 這樣會使得你的T平方-X平方 它永遠會大於0 我們希望這個大元 當然你可以定義負的 當作 任兩個線量之間的 某種類似內積的東西 但是 這樣子的話 通常處理的那種類似前列 它會是負的 所以這樣子比較討厭 所以我們通常是定義這個 那 你會說 假如有任兩個點 它之間確實是類空 如果你是在這個Beta區域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 類空 因為它比較靠近那個空間 Path-Like 如果你在關最上面的話 那你就把它叫做 Light-Like 那這個通常是在談論的Vector 不過呢 你也可以談論一個路徑 從頭到尾它的切線寫律 都不超過關速的話 那我們可以叫做一個 Time-Like的Path 那 如果呢你現在 呃 定義這個 任兩個線量之間的內積 那這個是自己對自己的內積 那 可以定義這個 任兩個線量之間的內積 這個V和V'之間內積為 呃 好 V和V'之間內積為 TT' 前XX' 那這個的話 如果你是在類空路徑上的 的話呢 你可以確保說它永遠到0 或者是 那如果這兩個小於0 是什麼意思 這兩個小於0的話 代表說呢 如果這兩個事件要互相影響 如果有兩個事件之間 它們之間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距離 它們之間的那個線量 是類空的話 那 代表說這兩個事件要互相影響 至少有一個超關速的訊號 去 去傳遞 所以 如果沒有超關速的例子的話 這兩個就可以等下於這個 完全不互相影響 獨立事件 好 所以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由這個 他Mikowski的程度 去 去 去判斷這兩個事件 是不是獨立事件 好 那如果你現在呢 使用E1Pi 以及E2Pi 這兩個 項量呢 去當作你的新的基底的話 那其實呢 你可以 更加好的去做 時空圖的圖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呢 之前有類似這樣 那我現在先不把關速畫出來 好 所以 你現在 假裝這是 如果你一般的速率在跑的話 那個V都會十分的貼近於T軸 所以 我這邊有做一點誇大 我知道你其實是非常接近關速的跑 那現在這個是 這個 E2在這個環境 E2在這個環境 那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他的那個 這個 等時線的話 我們要怎麼知道 應該說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 在同一個時間 他會怎麼樣 然後畫出他的那個 那 我們之前知道嘛 那個 我們想要知道 T' 那T' 越往右邊 因為 他那個 時鐘是長這樣 在火車上時鐘 如果中間是正的喔 剩12點多 那 左邊會比較 這個 就是 假裝那個 在車上的話 他就是同一個時間 拿到這裡 那 可是 為了使得那個 關先到達左邊 那這個要趕過去一點點 趕過去 12點一點點 使得他 他那個 他比較早發生 所以他比較靠近12點 他會比較遠的設定 所以他會長這樣 所以 你畫出來 始終是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前面的話 他會往前面跑一點點 前面跑一點點 所以 如果呢 你一旦那個 x往右邊移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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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你現在是 你現在本地時間在這裡 那 你想要知道說 你在那個 T'他得到的時間是什麼 那其實 T'應該會在這裡 因為 因為你那個 外面時鐘走比較快 裡面時鐘 就是裡面時鐘 讀數走比較慢 所以 T'應該會畫在這裡 所以把它連起來 這個理論上 應該就是他的 等式線 為什麼 反回鍵不能用到 那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等式線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 你那個式子是怎樣 γ-6 t' γ-t-v x 這樣對吧 好 這樣除c平方 是 是v平方 對 是v 因為 根據對稱 好 那 這個的話 你越往右邊的話 T'應該是 越往下 那是不是應該 應該往下 對對對 我說錯了 它那個時空是生長 因為空 時間變慢 可以看成是 時間生長 所以 所以 它應該是 會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你的 等式線 這樣你接受嗎 呃 應該說我這樣有錯吧 你們覺得 應該沒錯吧 因為 越往越 根據這個式子 越往右邊 它那個T'應該是 越往下 欸 你想想 不會 這樣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 就是 現在這個是 等時線是怎樣 你要花更久的時間 才能到達12點 所以 越往右邊要花更久的時間 才能到達12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 就是 你現在 在這邊的話 在這個 外部觀察者的等時線呢 它會怎樣 這邊是12點 然後這邊是 早一點 然後這邊是晚一點 好 那 如果你要再花一點時間的話 你一定要晚上跑一點點 才會死得他 是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等時間 這樣 這樣可以吧 就是 你現在這個 你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才會找到聖武神 所以你現在 它一定是長這樣子 然後 然後同理這個 找尊到達12點 所以你要退回去 才會 你現在 實證在這裡 你現在 就退回去 才能得到 原本的 所以 它 這個等時線會在這裡 你會發現它就跟E1Pi是 平行的 所以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 任何一個等時線的話 它應該要是跟E1Pi 所平行的那個單線 所以 同理我們有這個 等空線 就是 也是有點難畫 換個顏色 就是 直 跟這個 去做平行的那個線 那 由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緊緊的 指在這個平面上面 就去了解一些事情 就去了解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知道TiPi 到底是在哪一個方向 那 所以我們 就可以使用這個 藍色的一系列的 這個平行線 去得出來 所以我們想知道 這個時間是什麼 那我們就看它等時線 我們就看它在這個 這個 X等於0的時候的焦點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本地時間 因為在車上的人 覺得它這個一定要遠點 所以我們就把它退回 退回到遠點 可是 在稍微後面一點點 遠點的地方 就不一定 所以說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這一個東西 然後這一個東西 它的時間是什麼的話 那 現在退回去 得到的是什麼 退回去得到的是 一樣是 一樣是本地時間 就是 這一條 這個時鐘 所以退回去的話 會得到的是本地時間 所以你如果單純的 跑到TiPi走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邊的時間 我現在畫 鍵號這個時間 你只能 跑過去的話 你只能用這個來的 得錯 那你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 在這個地方的時間 在這個 我這邊叫P1 在P2 你要怎麼知道在P2 T' 如果你要知道在P2的T'的話 那麼 你要知道說 它在那個 原本的位置 它在車上是在X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P1的話 它肯定是 肯定是在遠點 所以我們就回到遠點 就好了 那現在我們只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畫一條線 叫做 X'的線 那 有點 這圖片有點太複雜 我看到 黑色好了 好 我們就畫一個 X'的線 X'的線 好 那X'的線 它是怎樣 它是 它是那個 怎麼說 就是 它是 在車上觀察者所畫到的那個座標 那 如果你有這條線的話 你可以去找到 這個 這個 這個軸 那就讀到那個T'上面去 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 在 它現在那個 時間是什麼 好 那 也許更好的想法是這樣 你這個 總是可以畫 你總是可以畫一堆的 一堆的這個 速度線 他們不一定是從遠點出 所以我們剛才算的是這個 我們想要知道這個的時間的話 我們就讓它退回去 那得到這個 這個走的線 那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 這一個事件 是在 當然我們 只畫這個點 我們不知道它速度 但是我們 假設它都在火車上發生 那假裝 這個火車上的時鐘 在我們看來 是在這個X左標 X0 那 它回去的話 我們就假設它在 你現在有兩個 現在火車是這樣 那這個火車 假裝0點是在放在車位 好 那我們就 然後這個時鐘是在這裡 好 然後我們就假設呢 有另外一輛火車 它車尾剛好跟 新的時鐘是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畫一條線 跟它平行的線 好 然後你就得到這個線 那就畫一個 再畫一個錘子 再畫一個錘子 好 那 一樣嘛 你就對過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時間 那 A 這樣對嗎 我想一下 這個時間是什麼 這個時間是 這個時間是 如果那個地方是對死的那個時間 但是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真正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 右邊的那個時間 應該要更早一點吧 所以應該也是對過去沒錯吧 我覺得 欸 你們覺得是不是 因為 我現在講 我的論證很簡單 因為 假裝你是 每一個時鐘的間距都是一樣的 間距都是一樣 所以 假裝你看這邊的時鐘 以及這邊的時鐘 它的間距是這樣 那這邊的這個間距呢 這邊的間距呢 它這邊的間距是一樣的 假裝這邊有一排一排的時鐘 那 每一個間距所造成的時間的退回 都會是一樣的 因為這是等比 等 這個叫等比 等差數點 那 所以 假裝你是一排一排的時鐘的話 那這樣子也會是 一排一排的下去 所以說呢 假若呢 我畫 我畫得太醜了 我現在就 我們來看喔 就是 假若呢 你想要知道這條線上面 它的那個 它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 那你想要知道這個原點的時間的話 因為 從這邊 到這邊的話 差距一定是一樣的 差距一定是一樣的 往右邊的話 時鐘退回的程度 每隔一段時間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它一定也會是等比的這樣往下 所以說 所以說 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也會是這樣等比的往下 等比的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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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直接畫過去 你就可以知道 對到它的讀度 你就可以直接知道說 怎麼這樣 你就可以直接知道說 它的那個 在T-Pine是怎麼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呢 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使用我們剛剛 在我記憶裡面畫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可以使用很多個E1 以及很多個E1 以及很多個E1 以及很多個E2 去得到 不過這個有點 比較有點難 直接的看出來 就是 假如E1是長這樣 然後有一個事件在這裡 那就有很多E1Pi E1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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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等文明也是 對我們來說最簡單的 一個方法 那到時候我們會把 也許下一次 應該說我們快講完了 可是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把全部的論證 重新用時空圖 全部都看一次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雙區旋轉 我好像有點太快 就是 我們這個 Lawrence Transformation 所造成的 在時空圖上面移動 他是沿著雙區現在移動 那這個移動呢 雖然 雖然他不是旋轉 可是他保你的 這個Mikowski的 我們不要叫距離 我們叫神奇距離 Mikowski的神奇距離 因為他不是陣地 所以 所以我們叫神奇距離 Mikowski的神奇距離 他是保持的 那如果他保持的話呢 他不會是一個 歐式空間中的一個 可是他仍然有 一點點像那個旋轉 因為他跟旋轉一樣 他是保持 他 那個體積不變 保持那個 面積不變 如果是上 3加1尾的話 就是體積不變 是普通的歐式體積 那所以說其實 體積這個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上 獨立於 獨立於你的 長度怎麼去度量 所以 無論是在Mikowski的 集合裡面 或者在你的 那個 Euclidean Geometry裡面 你的體積都可以用 一樣的方式去定 他其實是 你的那個 長度的定義 但是呢 但是呢 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一對一的 對應過去 所以說我們來想想 我們想 我們到時候要強調一點 就是 Mikowski跟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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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mma Euclidean到底有哪些 東西是可以使用 哪些東西是 就是 哪些東西可以通用 哪些東西不行 我們至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體積是可以通用的 那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通用 就是 任兩個垂直的線量 如果他在歐式內積下是垂直 在 Mikowski神奇距離之下 他也會是垂直 就是 垂直的意思是 就是 這邊是10 然後這邊是01 所以 10-01 就是1平方解 1平方解 1平方解 0 所以就是內積是0 然後 所以 在關追上面的任兩個垂直 他跟自己是垂直 嗯 這樣講好像不太對 我這樣講有點錯 就是說 我們仍然可以去判斷 歐式空間中的垂直 而歐式空間中的垂直 在Mikowski上面 也是有他的重要性 可是他不會是 他不會是Mikowski的垂直 他不會是Mikowski的垂直 因為Mikowski的垂直 他會長這樣 這兩個是垂直 然後 同理 這個他跟他自己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猜出說 只要 以同樣的程度靠近 這是歐式角度 同樣的程度靠近的話 那他這兩個也是垂直 所以 我們可以看說呢 看出來的一個事情就是 如果任兩個項量 他是沿著 X等於T 或者X等於負體 去做近射的話 那這兩個項量 在Mikowski平面上面 他也是垂直 他也是垂直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說 我們到底怎麼可以詮釋說 這個X跟T 他是怎麼樣 所以 就是這個 這個 我們姑且把那個 Mikowski 對 反正 Rotation 所造成的 線性變化叫做 Hyperbolic Rotation 因為就如同 普通Rotation 他會在圓上面跑 那他會在Hyperbolic上面跑 那Hyperbolic Rotation 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 到底要怎麼看出來他會 保 保面積呢 你們有 好 那假裝我們原本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呃 項量在這裡 P 然後他跑到P 好 那 你可以看出他歐式 長度確實是變化 可是Mikowski 長度是不會變化的 那現在呢 我們總是 我們這家雙區線 他可以怎麼樣傳輸化 呃 你們會怎麼傳輸化這個 雙區線 好 呃 也許你們 不會那麼簡單的 看得出來 但是 你想想看 原是怎麼傳輸化的 原是不是就是用Cos Coside跟Side 那這個Theta代表什麼 Theta怎麼定義 呃 這個這個應該會吧 Theta怎麼定義 跟S 做夾角 呃 對啊 夾角怎麼定義 呃 從Tangent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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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這個Tangent是一個 是一個函數嘛 它跟夾角是有關 那你怎麼去得輸 那其實實際上 是有兩種定義方法 第一個就是 長度 這一條 如果這個長度是E的話 那這個 這邊的長度就是E 或者說 你可以假設 呃 D S D S D S是指那個 歐式空間多 所以你給它寫幾 X平方 加Y平方 D T 呃 T是任意一個傳說 不一定是S 那 就是假設你是X of T 然後Y of T的話 那 你說從0到T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轉成那個 把T 令T等於 呃 不要不要不要這樣 把T就是隨便一個傳說 所以你從那個0到T 假設在 T等於某一個T的時候 它剛好跑到這個點 剛好跑到這個點 Q Pine 原本在Q 跑到QPine 那 這一段是虎產 歐式虎產 我們可以這麼定義 那這麼定義呢 它就等於T塔 那如果你 這邊是等於T塔的話 那你這邊T就可以看到T 那這邊就有點廢話 因為這邊就怎麼說 有點E 如果你是E的話 那如果你速度10塊10萬 10塊10萬 那這邊裡面的東西 就不一定怎麼是A 好 所以其中一個方法是 利用虎產 可是呢 如果你要歐式虎產 去定義這一段的話 那 那 它 不一定會得到我們那個 使用Cosh Sinch 因為 如果我們這邊要Cosh 跟Sign的話 那這邊應該就要Cosh 跟Sinch 因為 就如同三角函數 去描述你的 那個 雙區函數 它作為三角函數 在雙區 雙區 線 或者雙區面 上面的對應物 它應該要描述雙區線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想要把它 類比到這裡的話 那麼 那麼呢 我們這邊應該也要有一個 所謂雙區 但是這個雙區角 如果你要歐式距離的話 去定義它的話 那麼 就不會是 不會是 呃 不會是 跟這個Theta是一樣的 那 那要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剛剛 用歐式空間的時候 它那個 Xpound平方 叫Xpound平方 是等區的 所以要 修改一下 讓它在 凝視空間的等區 呃 可以講清楚一點嗎 你怎麼定義這個法語 比如說 像 P跟Pound 它兩個 向量的 長度應該要一樣 嗯 對 對 對 然後呢 然後 你再把它 做 呃 一樣 參數化之後做 積分 然後得到長度 就像剛剛 歐式空間那個角度的 定義 所以要拿什麼東西去積分 呃 剛剛是 SY 所以現在是ST 這是ST 嗯 這是ST 對 好 所以我不要再提好了 我用T 其實這T 這個 還蠻 還蠻 好 然後咧 這邊要填什麼 呃 所以你會想要寫成這樣 這樣 是不是 欸 欸 X X 會得到VT V總是會小於1 所以你為了使它很正 對 所以你可以寫成這樣 好 所以 確實可以寫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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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你很難用 任何英文 我們希望盡可能的使用 呃 作主觀或者是時光的辦法 去得出 那 畢竟我們不是生活在這個民視空間 你不要說相對論是生活在民視空間 我們相對論是生活在民視空間 我們相對觀察到的東西 仍然是 呃 仍然是普通的 也 也 不是要是空間 但是是彎曲空間 但是是彎曲空間 而不是彎曲時空 我們人是很難再想像清楚 彎曲空間 到底是怎樣 或者 這個 這個 你的 呃 metric 你的那個metric 是 負正正正正這種 它到底是怎樣 這是很難很難理解的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一個 呃 用我們影響 幾何方法 得到的 呃 法律的定義 所以 所以 我們最好怎麼做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來定義提塔 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你知道嗎 這塊的面積 跟提塔的關係 其實 那 呃 你想像那個 整個 整個圓是2拍 2拍R 2拍R 假設長度是1的話 那這一段是什麼 這一段就是 這一段就是 這一段長度就是2拍提塔 欸 不會不會 說錯了 這一段長度就是提塔 所以 整個圓 跟整個圓相比 這一小塊的扇形 它的 是不是 2拍分之提塔 假裝這個圓的面積是A的話 那扇形的面積 上扇形 是不是就是 這個 A乘以提塔 所以2拍 然後 A又是什麼 A就是 就是 PiR 比方 那現在R就是1嘛 所以 拍消掉 所以就等於2分之提塔 所以其實這個想法非常簡單 這一塊扇形的面積 會是2分之提塔 反過來說 這個提塔就等於兩倍的扇形的面積 呃 如果你開心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定義為 這個跟它的 這個 沿著X軸的近色 所包的這個面積 但是 這個 如果你懂的話 沒必要這麼做 那現在這個 TiR的定義 由面積去定義 已經很容易的出來 所以PiR的話 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也可以用一樣的方法去定義 就如同我們之前說的 歐式的體積可以很簡單的 直接用到歐式空間裡面去 所以 如果 現在TiR在歐式空間裡面 是拿來表述這個 善行面積的兩倍 那這一個面積的兩倍 也應該要是 也應該要是這個 什麼說 也應該要是那一小塊的兩倍 那你怎麼證明 那你怎麼證明 應該說你會怎麼列四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微積分教學有點奇怪 就是 理論上三角函數跟 酸區函數應該是 如同酸胞胎一樣 但是他們卻 使用純粹算數的方法 來定義酸區函數 就是使用X potential之類的東西 來定義酸區函數 可是理論上 你應該要從酸區線出發去定義酸區函數 你應該是算出這一塊的底子 你會怎麼列 好 那我給你們一步一步的提示 首先 Y要等於什麼 如果這是一個 酸區線滿足 X平方-Y平方 這個是在橫的那個軸 所以代表說 X比Y還大 這樣對嗎 在0的地方 X是1 然後Y是0 所以說這個 好 所以說這個酸區線呢 它的寫成函數的形式 當然你有四個面 不過我們就取其中一個面就好了 因為通常我們也只是 在探討其中一個面 那類似的你們就類似的去做 我現在就正一個就好了 所以Y等於這個 好 那Y等於這個的話 它怎麼做 它怎麼列式 是不是就是這樣嗎 好 那如果你要算這一塊的面積的話 我們想要算的其實是什麼 我們想要算的是 從 這個叫 P1 P0 應該沒用過吧 好 這是P0 然後這是原點 好 P0就是 X等於EY等於0 然後到X 我們想要知道這一塊的面積 嗯 那這一塊的面積的話 我們用微積分可以算出這一塊的面積 可是我們算不出 畫線這一塊的面積 欸 我們想要算的是那個扇形的面積 那其實我們就用三角形面積 這個叫P1 這個叫P1 主動是在面積 這個P1 所以三角形 O P1 X 的面積 減掉呢 減掉 從P0 到 從0到X 從0到X 然後 E-X DX X平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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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Less X平方-0 那Less 你需要交換去 去操控 X平方-0 X平方-0 Y等於 X平方-0 你說對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等於這個 它要等於Bed 理論上你可以這麼做 我提要一下你們回去自己做 X平方-0 你們這個要怎麼做 X平方-0 X平方-0 3角代換 X平方-0 用三角函數代換 X平方-0 V2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X平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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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可以用酸去做 反之一啦 這個可以直接用酸區去做 那你們就用剛才上面那個叉數式去做 那這個其實是耗鍵值 其實你用這個帶進去它會變硬 所以就可以這麼去做 那這個類似於算原面積的方法 算原面積的方法 稍微看一下 就算原面積的方法 其實我們現在算這個上行 所以我們就這個三角形 然後再加上這一塊的面積 所以這邊講的是X的話 我們算的是OXP'Q' 所以三角形OXU'的面積 減掉從X到E 這邊不是從0 這邊是從E 然後從X到E 然後E-X平方DX 這邊確實是用三角帶後 欸 這樣有點怪怪喔 大概是 看它應該不是 現在應該不是 Y是等於 E-X平方C-1 那這邊是 X平方加Y平方一點 Y等於E-X平方 好 我總覺得有一個是加1 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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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錯 那個現在要求散行嗎 應該是加 他有機會X3加 後面那一坨基本 X'加Y' 這個就只是存球那個面積 所以那個 面積就單純那個函數 那函數是Y等於1-X3 好 這個很正 反正就這樣 這個的話你用三角當畫肯定會很難算 所以其實你用算區再換畫就可以 可是很多有時候 因為我們用純粹算數的話 去教授 算區函數 造成我們對算區函數不熟 沒辦法現在算區函數那麼快速 甚至於我們 酸缺函數的加法公司 也是先證好那個 也是先證好 三角函數然後再 使用三角函數跟酸缺函數 代換畫形去把它證出來 那這個完全就 就沒有什麼幾何觀念 當然也是可以 那 所以當然你可以回去自己證 回去 回去作業但是我不要這麼證 有時候我們看待事情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怎麼樣一個證明金中美 如果我們可以用 越少的計算去得到一個結果 那我們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優美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把這個酸區 所以說有時候其實我們 如果用正確的視角去看待事情的話 一切都會變得簡單 所以呢 我們要改變一下視角 這個視角是怎樣 我們幫我們頭稍微歪一下 所以你把這個酸區線 往這邊轉 呃45度 好 那往這邊轉45度的話呢 它會長這樣 好 那 請問這個翻程式要用什麼 什麼 試子去給出 呃 這個 這個 這個我不要用牌 反正就是你就知道是 往左邊轉 是 好 現在是一個類型 類空就類型 好 那 請問 這個翻程式是什麼 有人知道嗎 欸 高峰有交嗎 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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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話你可以直接用 現在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你的試子 欸 X平方-Y平方 好 所以 X平方-Y平方沒有 好 那現在 你怎麼確保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 呃 高中的算法會很難 可是 呃 大學的算法就有點簡單 欸 怎麼說就是 你這個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 好 那 那 那你現在其實是要做一個 基底變換 或者 或者旋轉 所以這邊再加一個R 好 所以這邊就變成R-1 好 我以為 有點太小 好 因為是 這邊加一個R的話 這邊就加一個R-1 好 那 你把這個 這三個算一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那個 得到XY的AE的密繩子 但是其實很簡單 你總是可以知道說 這個也是算曲線 好 所以 呃 其實我們通常在 導那個圓錐曲線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它 把它先寫成所謂的 quadratic foam 呃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quadratic foam 通常是指以下這個東西 有公理化的定義 不過 它通常寫的基底的形式會寫成 好 那這個的話呢 這個是它的轉字 然後這個是它的V 然後這是爛打爛的 那 轉字 呃 轉字有純粹線性代數的定義 不過 反正 我們現在就寫一寫成這樣 那 這個的話 爛打線資料V 那這個它的轉字護詞 它得到一個數值 好 那 那 那 欸 這個爛打的形式 可以是 很奇怪的形式 比如ABCD 它都會是一個quadratic foam 它會吃兩個項鍊 所以你把這個改成U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F of VU 它是吃兩個項鍊得到一個盤數 不過你要注意它跟 它 它對於這個 它不一定具有那個 普通的線性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V跟U不一樣的話 你這個爛打都可以拿出來 爛打和爛打Py都可以拿出來 爛打1爛打2都可以拿到F的外面去 可是 假裝你V跟V一樣的話 一旦你V做了一個爛打的生成 呃 怎麼說 就是 就是 你這邊如果是轉字的話 兩個爛打都可以拿出來 就是說它不一定有那個線性 就是假裝你V變成V加U V變成V加U 它不一定有那麼簡單的那個線性性值 我們通常會希望說 可以變成F 如果它有普通的線性性值的話 它應該變成F VV加U 然後再加上F U V加U 然後 就如同我們對線性函數的那個定義一樣 我們可以定義所謂多線性函數 所以 呃 百靈烈縫 欸 這個叫百靈烈縫 然後 那它跟Codrected Phone越來越遠 我想想 它 Codrected Phone 它有可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信息 譬如說假如你爛打是寫成 那你寫開來的話就會變成 呃 呃 這個 普通的那一集嗎 所以 呃 這樣怎麼說 V1 V 平方 假如是 這邊兩個都是V的話 它就變成 V1平方 加V2 加普通的V2 V2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單一的 然後就是兩個 所以照著它那個 形狀上面 它那個普通的性質 有所 有所 好 所以 我們不要彈這個好了 我不要繼續彈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那個 我們總是可以把它轉成這個 XY等於 媽 我現在寫的是對的嗎 如果我們做旋轉的話 它是XY等於1嗎 至少我們知道是XY等於 等於什麼 這種 感覺還蠻惡意的 那我們之前談過了 如果你在關 關追座標下 去看的話 那它總是 Lawrence Transformation 總是可以把它顯成這樣 那根據 含列式是1 你這個做機裡面的話 不會改變你的含列式 所以爛打 這邊如果是爛打1和爛打2的話 那爛打2和爛打1乘起來就是1 所以你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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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問題是 然後 所以說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 它會是 在這個 這個東西 會使得 你這個 如果你是X和T的話 我 是X和T 你做到大家身上的話 一個會變成爛打X 然後一個會變成爛打分之1 T 那你就說X'T' 會等於XT 如果你做一個Lawrence Transformation 並且使用你的關追座標下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代表說呢 這一塊的面積 當你在雙區線上面移動的話 這一塊的面積是不變的 我畫遠一點 那當你那個 離很遠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超纏長的形 當你X很大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超纏長的形 這個時候在雙區線上面 它的那個 重坐標 那個 踢走的就變得很小 反之一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 假設它XY等於1 你覺得是對的嗎 還是有哪裡有說 有個小地方說的 好 我們唯一知道的是什麼 唯一知道的是 它是一個雙區線 它是一個XY等於Lawrence 等於Constant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 Alpha好了 XY等於Alpha的一個線 可是我們不知道那個Alpha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知道Alpha 對 -Lawrence -Lawrence 嘻 X-Y,X-T 請問這個點是哪個點 你要有一個特殊點 你想想原本是怎樣 原本是這個 然後你現在這邊是等於1 所以這條也要等於1 可以接送 如果這個等於1的話 那這兩個是什麼 這個插入是什麼 是不是1出的 對,也是1乘1 所以X-Y都等於1乘1 好,那現在這個 X乘Y就等於什麼 就是2分之1 所以這個 這個雙曲線呢 它的式子是X-Y等於2分之1 好,雖然 用X-Y等於2分之1的話 是比較容易去 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東西 不過使用X-Y等於1的線 比較容易去讓我們理解 雙曲線的性質 雙曲線的性質 那雙曲線的性質呢 其實是對單位雙曲線的性質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也許我一開始就把它證完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看一下 我這個地方可以畫大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 也許是 也許是很少提到的一個approach 好,那現在 我們希望的approach 是 所有的結論 我們都盡可能的使用 不依賴於微積分 甚至不依賴於計算 我們假設這個點是X等於 這是原點 好,然後這個是X等於1 好,那我們想要知道說呢 呃,這一塊的面積 我們想要知道說呢 什麼時候這一塊的面積會是1 好,那我們就把它定義為1 你們平常 這個1是自然對數的定義 你們平常是怎麼定義這個1的 我不知道有很多定義啊 都是 但是你們最早學到的是什麼 什麼定義啊 我最早學到的是這個定義 這個是在計算複利的時候 如果你那個 複利分越多期的話 分越多期的話 好,那你每一次的那個利息要少一點 那我們就把它定義為1 除了1 那,可是你要付更多次嘛 所以你要再把它 這個 乘以1次 好,那 後來 然後當時的人就會用這種制度 可是結果發現了 即使你分更多 會更多負利 所以你 你的總要付的錢會更多 你的總要付的錢會更多 所以它會曲線一個極限值 好,那 那 可是我們現在的定義呢 則是使用這個面積 x等於1 然後就是它的1 那 我們現在呢 呃,我們現在有一些 有一些 要做 首先呢 雖然我們可以定義這個面積 假裝它是1的時候 它那個x座標是等於 這樣就會做的 但是呢 呃,我們沒有任何計算它的方法 也沒有辦法確保說它跟這個地方的 的定義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要問的是 我們剛才做的那個雙區旋轉 到底 到底它是怎麼樣 到底它的極限是怎麼樣 所以說 我們先來談論這件事情 現在你雙區旋轉 假設呢 你有任何一個 它就是 XY等於1 或者 XY等於C 等於α 好,那 那 無論你是在這邊哪一個點 那你 畫一個 這一塊的 這一塊 這個正番型 那 你總是可以把它做一個拖曳 得到這一塊的正番型 所以 現在 我寫 1 2 3 4 1 2 3 4 所以 1 2 3 4 1 2 3 4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它是否會在這個雙區線上移動 確實 你把它帶進去就是 而且呢 這個非常明顯 它會保持它的面積 去做改變 去做改變 那 我們 想要問的是 請問這個面積函數 跟以下這個 請問以下這個函數 面積A這個函數 跟X 的 Y7 是什麼 你們會怎麼做 呃 好 當然你們可以直接積分 但是那個積分 其實就是 Y的A4 除了X 出來會是 A4乘Lob A4乘Lob X 但是 其實是不同的A4 A4乘Lob X 其實就是等於A4 然後Lob EX A4 A4 可以移上去 好 那 也許最簡單的 例子 就是A4等於1的時候的清醒 所以我們就先討論 A4等於1的清醒 剩下就簡單了 那現在假裝alpha是等於1 可是呢你當然可以直接用微積分基本定義去做 可是我們不要這麼做 我們就全部用集合圖像 好,所以我們注意到以下的性質 假若我們把x移到x平方的話 那我們把這個x做一個乘法 然後把1移到x 那x就會移到x平方 這個叫做1x軸伸縮x倍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使得 p1變成p2 就是使得他那個點也在算區線上面同 那你要把y伸縮到x分之1倍 也就是說x變成x平方的話 那原本的y等於x分之1 他就跑到哪裡 他就變成xy x分之1 就等於x平方分之1 好,所以說這邊是x平方的字 請問A1跟A2會不會一樣 請問A1跟A2會不會一樣 yes or no 怎樣 會不會 冹衝衝衝地在那邊 exemple shutdown 李曼盒呢 打算你說的 小長方形 現在你竟然這裡面的每一塊小長方形 它都 經過伸縮變換之後跑到裡面那一塊 的小長方形 而且我們知道說你現在 X先伸長 Y縮短 這個通通是不變的 所以每個小長方形的 面積都是不變的 所以AE會等於2 同理你可以再移過去 死了這邊會等於X3 所以呢 你現在的這個是等於A3 所以A1等於A2等於A3 那也許我們可以寫一下以下 就是 我們定義 A函數 等於從X等於1 4DX 然後到X 它是A 那是A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每一塊的李曼盒 都是S軸伸縮 S軸然後Y軸 每一個長方形Y都會縮起來 然後X會伸長 使得它每一個長方形 它對應的 它各個區間對應的李曼盒 比如說它是 這是E加N分之I 然後這是S S加N分之I 然後S軸伸縮 就是對應的那個 對應的李曼盒的分塊是一樣的 這樣 所以你看嘛 那X會等於這個 那雖然你可能在維基分學 來過這個是肉 不過我們假設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好 所以你現在每一塊都移過去 那每一塊都一樣 唯一滿足以下 這個四折方程式就是 你看喔 X AX A2X 這兩塊 會等於兩倍的 A of X 同理A3X 會等於三倍的 A of X 所以你把這個改成N的話 它就是一個Functional Equation 就是函數方程 齁 如果你 你那個 即使 如果你要求那個 函數是連續的話 那通常函數的方程 有時候可以得到維基 函數方程其實是一個很 微妙的東西 呃 我這個N要提出來 函數函數其實是一個很 很微妙的東西 它 它 即使你要求它有連續性 它有可能有無限多基 所以它是比偏微分發生 讓微分發生那種 更加奇妙的一個東西 呃 應該是某種程度上 某些程度上 更加奇怪的一個東西 但是 在這個例子上 我們可以假設它是可回的 好 然後 兩邊微分 你就再次回到了這個定義 好 那 我們就把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 其中一個高中就教過的函數是 這個定義的 是什麼 是LOG 所以我們可以令A OF X 等於LOG OF 某個數值 然後我們又知道說 LOG 當X等於A的時候 它 它 這個 會是 呃 會是 1 什麼時候 當它是A的時候 所以 假若我們把 這個面積等於1的那個X 提出來的話 那它就會是 我們現在談的這個 面積函數 它作為對數的底數 而這個底數 我們就把它叫做 那我們還是沒有跟原本的定義去 去做一樣吧 那 欸這個我現在再講好了 反正你們 你們想一下 這兩個定義是如何的 合在一起 那一樣又是用這個面積不變的想法 給你們想一下 所以有兩個東西可以想 一個是 這一個 另外一個是 嗯 另外一個我剛剛問的是什麼 這一個 好 反正這個你們可以想一下 還有 直接用 算數的方法 直接用微積分去計算這個面積 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 我們再講2分鐘就可以講完 就可以講完這個 超絕妙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地方非常絕妙 呃 也許真的非常非常困難想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算曲線 我們其實是要算什麼 我們現在算是 OK 可以打岔一下 嗯 那個 面積2倍跟N倍 不是應該是 S平方跟 SN次方 欸對 如果要寫ROM 呃 對對我想一下 呃 我錯了我錯了 對 你說對 這個是指數 可以說面積是 是指數 反過來說 欸 就想一下 呃 對啊 2倍是2啊 所以 可能那要變成加性 所以 很像 嗯 欸 你丟 指數它 你那A應該是 定義出於LOG出來吧 所以它才是2倍跟N倍 2倍跟N倍 對對 A 什麼意思 A是LOG 沒錯吧 對啊 所以你的那個 Input應該是 那個指數關係 對不對 我寫錯了 好 OK 好 那這邊 這邊就 這邊 這樣才能拿下來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X 是 它的那個 所以 其實 我們可以常數化它 是的 它這邊是X的話 它這邊就是XX分之1 那我們到時候可以把它轉回去 轉回去原本的那個東西 可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使用面積或者 使用這一塊面積 作為變數的話 那這個其實可以寫成 EA 然後 E-A 你到時候轉回去的話 它會變成 算 算去函數的那個 定義 好 我們先不要做 好 我們就做一下這個 我們就來證明說 這個 這個 它面積是 是我們要的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把它轉了 轉了一個角度 轉了角度之後變成這樣 好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麼一個事情 好 我講一下思想 就是 首先我們要算的是哪一個 我們要算的 我們要證明的是以下這個事實 我們剛才算的是這一塊紅色的A1的這個 當作我們的變數 可是我們其實要算的是這一個 嗯 這一塊的扇形的面積 或者我們想要這一塊的面積 好 好 那所以說我們假設呢 這個是X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畫一塊一個這個圖 好 那現在這個 這個的話這些都是垂直的 好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呢 我們現在做一個乘數 這個乘數就是 這個面積我們把它叫做 α1 和這個面積我們把它叫做 α1 好 那你注意到現在是 這個這個算是X等於Y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X 好 所以 所以請問 α1等於α2 你們會怎麼樣想要證明它 好 好 要不要想10秒之類的 最大的其實它有一個共同之處嘛 就是這個 我把它叫β1 所以 如果 這個扇形 α1 就是 這一段 123 4 這一塊 這一塊是α1 加那個β1 那 同理你這四個圈圈 它是 α2加β1 所以 假若α1加β1 等於 這個 α2加β1 那 它這兩個數 是不是 α1 就會等於α2 所以其實我們要證的是這個 這個 這一段 這一塊 跟 這一塊 是一樣的 好 我現在要講答案囉 我這邊畫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回車鍵不能用 所以 所以 我重畫一次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其實要算的是 好 我們要算的是 這一塊 那我們現在注意到這邊有一個三角形紅棒 叫做β1 就路上上面的 然後這邊寫成β2 現在 我乘數 β1 的 β1的 面積 會等於β2 你們覺得 合不合理 現在是 y的 x y的 y的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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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明顯的根據對稱 根據對稱 我現在用紅色畫的這個 它的左半部 這一個 跟右半部 這一個根本是一樣的面積 所以它剛好是分成兩半 那左邊的減掉β1 就等於我們原本要求的這個 那右邊的減掉β1 則會得到 我們剛剛算的這個面積函數 那現在這個面積函數怎麼樣 它 恰好就證明了 我們要的那個東西 就是證明了 我們現在定義的這個面積函數 恰好就是 用這個做圖方式得到這個酸曲角的 那這樣就證明了 我們要的東西 那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用面積所定義出來的東西呢 剛好就轉回去之後 可以變回 我們原本的酸曲線的酸曲角 主要是面積乘2 它這個面積乘2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 原本這個 這個地方的面積 這個地方的面積乘2 但是你也可以劃出關追 然後找出他的頭影 然後向著 找出他 他有一條線是 他有一個特別的線 他扮演1的這個角色 他扮演1的角色 就是在這邊的1的角色 然後我們可以計算他的面積乘2 這是一樣的道理 不過 這樣比較難看出來 因為你要先畫出一個點 代表他是1 畫出一個點 但是那個 如果你那個 YX成的那個產數不是1的話 那他這個 這個特殊的點 我們把它叫做P3 你就要算出這個P3 和那個 和你現在你要關注的點P' 之間的垂直投影之間的這個面積 那這個面積又會等於這個扇形的面積 那這個扇形的面積 這個扇形的面積又會等於這個扇形的面積 這個扇形又會等於這個扇形的面積 的兩倍嗎 我想一下好像沒有用到兩倍 這兩個應該一樣啊 對 好 反正你就可以使用這個方法去 去得到這兩個面積之間的光度 不過因為 你還要找出一個特別的點 然後去計算那面積的含數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通常都使用這個 裡面的內部的內積的兩倍 當作它的參數 那兩倍的原因是什麼 兩倍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長度這個Alpha不是一樣 Alpha是1分之1 所以到時候你有些東西要乘以1分之1 所以會變兩倍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算句線就是一倍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好了 好 好 我們可以回去做一下 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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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的話就 可以群組問之類的 好 好 那就這樣 好 拜拜 拜拜 謝謝 咦 OK 細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